108年5月24号对于交往5年同居3年的同性伴侣李小雨和陈宝宝来说 特别充满了纪念意义 虽然婚姻不是对两个人爱情的保证 但经过立法的婚姻平权同婚登记 却是对于他们的认同 我们觉得人人身为平等 那开放同婚之后我们有就是被尊重的感觉 觉得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啊 我们就是一样是人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结婚 我们也希望能够享有我们应该有的权利 李小雨和陈宝宝的Q版画像 加上五只猫的可爱图案 是李小雨特别请人设计的结婚证书 再加上两个人以文字描述 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结婚书约 成为见证两个人组织家庭的特别礼物 让此后相连一起的生命 彼此相爱 相信一起牵手走下去 虽然没有打算要就是领养小孩 对那其实就是猫咪对我们来说就很像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那现在结婚应该是说同婚合法的嘛 所以就是这样会真正有一个真正家庭的感觉 已经在105年办理过同姓伴侣助记的李小雨和陈宝宝 5月24号正式登记同志结婚中成眷属 不再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新北市土城护震事务所已办喜事的心情 布置环境让新人拍照纪念 而他们预计9月份到米兰拍摄婚纱 之后再筹备婚宴和亲朋好友分享好消息 中家新闻林立吴志恒 新北市土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